为加强科技创新服务力度 书写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上海正在持续发力 4月25日 LN网参加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外媒体采访活动 在上海实地采访 股权市场如何赋能科技创新 上海股交中心 我们的主要的客户群体 就是客创企业 尤其当前我们又加强了 对专精客信企业的这个服务的力度 那么这些企业群体 它其实就是心智生产力的 重要的来源和贡献者 那么我们尤其在 除了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 输送优质上市资源 这个主要的功能发挥以外 前面我介绍的就是 我们在围绕科创企业的 股权融资服务体系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这些包括认股权 附近很多的私募创企业的 循环畅通 在科技产业循环畅通方面 其实能够更好地支持 这些新智生产力的 这些承载者 这些中早期的企业 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其实是资本市场里面 非常非常贴近实体企业的 这么一个市场的板块 我们对于企业的服务的下沉 落地方面优势比较明显 就是我们跟企业挨得更近 尤其跟中早期的企业 实体挨得更近 而且这几年 在市委市政府和证监会的 制造支持之下 在金融创新工具 融资产品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手段的推出 包括专精特新专版 包括认股权试点 这些新型的工具 对于科商企业来说 对于托盘人士巨盗 尤其是除了金融很多手段以外 把产业的 政策的对接 在企业的内涵 外野方面是得到了 有效的一个拓展的 应该说对企业的保护 以往应该说更加有效